中文字幕志愿者 红西光已经在地道的那头等着我们 给我挖 你觉得 吃链架他们会来吗 放心吧 一会他们发现地道 顺着地道就来了 你别着急 喝点茶 方世语 我欠你一条命 别说这个 咱们俩谁也不欠谁的 上次你救过我一次 这次算扯平了 你这个朋友 我就定了 那不行 怎么 你害怕我是天梯会的人 会联络到你吗 当然不是了 做朋友多没意思 要做就做兄弟 把他们都围起来 小王八蛋 你三番四次和老子作对 今天 救皇帝老子 也救不了你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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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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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 走 站住 站住 逃不了了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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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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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了 习惯 习惯 你不要吓我 你会没事的 习惯 方老爷 你们一家的大恩大德 我陈友坚莫齿难亡 下辈子 好了 下辈子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你们家的那间酒楼也烧了 衙门的人也看到方氏玉把你给打死了 这样一来 渣哈赤和天地会的人也不会去找你了 我老家那很偏僻 要不你去我们那里好了 你要开个酒楼什么的 我还能帮上忙 这法子不错 老爷 您再想个办法 把他们一家接过去吧 这样你们就可以安安稳稳的过下半辈子了 那方老爷 你们怎么办 我们在这儿 看样子也待不下去了 我也会想办法离开这儿的 至于我怎么样 你就不用担心了 老天爷有眼 一定会保佑你们全家安抚康顺的 县 不 怎么 洪气管一直都没醒 没有 还给我 他醒了 方老爷 这是在哪 这是在我家 你没事吧 我怎么会在这里 不 不会吧 我还是失忆啊 冰糖葫芦 来 来 来 看着 来 来 没关系 看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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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来 来 随便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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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着吧 随便看 随便看 来来来 这位客官 你买到啊 老板 这刀怎么卖 哼 这刀不卖 你走吧 你打开店做生意 为什么不卖给我 你是怕我没钱给你是吗 你是胡慧简 没错吧 是 怎么了 锦文堂的人和官府勾结 横行霸道 没有人敢惹他们 只有你敢站出来和他们干 可鸡蛋终归碰不过石头 我看你年龄也不大 不想让你白白送死 就算通归于尽 我也绝不罢手 你 来来 走 快酒去 这酒楼还不错 走 走 那小子就是欠揍 下次见一次打一次 好 来了 来了 喝着喝着 两位教官 这个是这个月的孝敬情 嗯 不错 把你们好吃的都端上来 好好好 来 喝一个 来 喝一个 晚上再去那窑子逛逛 怎么样 好啊不错 先喝先喝先喝 多喝点啊 来来来来来 吃菜 吃菜啊 吃吧 吃啊吃啊吃啊 二人在啊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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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嘞了 多喝点 多喝点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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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吴少爷 少爷 少爷 少爷走 少爷 让开 滚开 让开 让开 想造反了 想造反了 滚开 臭小子 你让我再碰上你 我一定杀了你 走 喝点去 少爷 走 你为什么要拉着我 胡少爷 你有几条命 要不是我拉着你 今天你就死定了 死就死 我不怕 我知道你不怕死 可要死得其所呀 你要保住命 跟你弟报仇呀 这是当然 不然我为什么要找他们拼命 拼命 这是拼命 白白送命 以你现在的武功 弹何容易啊 连一程的把握都没有啊 胡老爷死了 人走茶凉 你以后别指望向那些武师学功夫了 这话又说回来 即便他们啃嚣也没用啊 他们那几下子也就是糊弄糊弄你们这些少爷 要想报仇啊 要想报仇啊 他们何容易啊 那我就去少林寺 天下武功出少林 我就不信他们不肯教我武功 就是少林寺 少林寺要知道你学武功是为了去报仇 一定不会收留你的 除非你肯放下这些恩怨是非 四大皆空 杀父之仇不拱待天 我怎么可以忘掉 我倒是有个去处可以推荐 我听说杭州的蔡九仪蔡老爷子是个仗义之人 而且他呀 人缘很好 人人都说他是宋功名转世 你去找他 他一定会帮你的 好 我这就去杭州 去杭州 去杭州 是啊 看来广州我们是待不下去了 劫狱 杀朝廷命官 这样样都是死罪 我们只能到杭州去 正好前些日子 蔡公跟我谈了一下在杭州办学的事 这样一来 我们在杭州也能有个落脚的地方 正好让氏玉和习官好好的调养一下 爹 我方氏玉就不要调养了 不过那个红习官呢 他的确需要调养调养 他现在 红少爷来了 好 习官 你身体怎么样了 谢谢方老爷关心 习官的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 特地来跟方老爷 还有方夫人告辞 告辞 你打算去哪里 我要去有间酒楼办点事情 习官 有间酒楼你就不用去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有间酒楼已经被你烧了 被我给烧了 我去都没去过 方黎 您这位少爷可真该管家管家了 看年纪跟我相逢 但是这张口闭口 嘴里没有一句话是实话 来 我来 习官 你跟我来 真的烧了 方士宇说的是真的 真的被我给烧了 是真的 可是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呢 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 换个地方 我给你慢慢说 哎呀 其实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复杂 就是你以前和我有误会 现在什么误会都没有了 你想完成的任务呢 都已经完成了 对了 明测的事情你想起来了吧 这个我当然记得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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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 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呀 你是方士宇 那么您就是方德 我想起来了 名册上有你们的名字 您就是杭州分斗的堂主 对 哎呀 还是没有想起来呀 好了好了 大家都不要说了 大家回去分头准备一下 今天晚上连夜出发 出发 去哪里啊 杭州 哎呀你啊你啊 才来呀 真是叫我好等啊 哎呀实在对不起 家里有点事 一不小心就给忘了 来了就好 来了就好 蔡公啊 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烛漆苗 见过蔡公 哦 免礼免礼 方夫人 哦 蔡公啊 这就是小儿士宇 上次 啊 过去的事情不谈 啊 看看士宇 聪明机灵 将来啊 必成大器啊 哎 蔡师伯您真有眼光 哎呀 我方士宇今天太开心了 你看啊 哎 我有一个聪明绝顶的爹 还有一个血量淑德的娘 哎 我再加上你这个眼光独到 孕愁帽 能成大器的士伯 嘿 我方士宇想不出息都难呢 哈哈哈 刚哑立齿 压好胃口才好 胃口好 身体才能银银的嘛 是 哈哈哈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啊 哈哈哈 来来来来 坐坐 啊 哈哈哈 这位是 这位小兄弟叫洪西关 是我一个固有的侄子 敬我菜工 来来来 坐坐坐 我给你准备了一间宅子 原先是会馆 以后你就把它当做自己的家 这一夜周车劳顿 辛苦了 先看看 地学的事 明天早晨在意 谢菜工 请 各位 咱们在杭州终于有个家了 你们看到没有 这个家和我们在广州的家 还真有点相似 这真好 最重要的是 我们母子能在一起 怎么 刚刚躲过一场劫难 你就都忘了 老爷 话不是这么说的 这人生苦短 要及时行乐 过去的 都让它过去吧 不要老想着那些不痛快的事 话说的没错 可经过的事 不能说忘就给忘了 人就是这样 经过各种各样的历练 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西官呢 从今以后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 有什么事尽管说 可是 我还不知道我叔叔的下落 好 西官 你跟我到书房来一趟 你跟我到书房来一趟 西官 以后就不要叫我堂主 小心 隔墙有耳 你就跟士玉一样叫 叫我德爷 或者叫我方老爷 都行 是 方老爷 西官 我叫你来 就是想跟你说说 有关你叔叔的事 我叔叔的事 他怎么了 西官 你叔叔他 他已经过世了 叔叔他过世了 你叔叔临终前 把你托付给了我 让我好好地照顾你 西官 我知道 你现在的脑伤 还没好 不过 没过 会好的 我领你去见总舵主 你再把你知道 华明册的内容 告诉他 这段时间 你就住在我家里 好好地调养他 这样 我也对得起你叔叔 习惯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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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没睡好 对 你一大早叫我们来干什么 我一会儿去找蔡公 商量开办医学的事 临走之前 我一个决定 要告诉你们 你们知道 这原来也是一间会馆 现在前面空着一大间房 空着也是空着 我决定开一间酒楼 做一些我们广东的特色菜 这样一来 我想 好啊 爹 还可以赚些银子 贴补家用 二来 可以把广东菜发扬光大 老爷 这可是您这一年来最英明的决定了 阿花 看来你以后不会缺酒喝了 我有喝的就省不了你的 你们俩嘟弄什么呢 翠花 这一来呢 你也有事情做 省得你每天无事生非 到处惹事 其二呢 你们母子俩 也不用整天的黏糊在一起 你开学以后 施鱼可以好好地学习学习 爹 学习 喂 你不是跟他一样玩诗意吧 咱们上次不是已经说好 不再提读书的事了吗 怎么说话呢 没大没小 娘 这件事我已经定了 没开学之前 你跟西关到酒楼去帮忙 等开学以后 施鱼可以安心读书 听到没有 是 方老爷 是 得呀 原来是 原来是这样 嗯 我们呢 犯不着和雷老虎鸣着斗 毕竟就义书院有他一份 这次 我们办义学 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是我们两个办的 对外以你个人名义 这样 雷老虎要是来闹事 我可以做个中间人和他周旋 嗯 好 你放心 挨着我的面子 雷老虎也不敢有过分的举动 毕竟在官场上 我结识了很多高官权贵 蔡公 您放心好了 方德一定办好这义学 好 方元书院 是啊 听说是个叫方德的广东人开办的义学 专收那些没钱上学的穷小子 您拿的就是他们上个月招生的单子 听说还在筹办周 方德 就是那个方德筹断庄的方德 这小的不知道 要不然我给你打听打听去 打听个屁 就是这个家伙 他竟然有胆来杭州 还办什么义学 我看 事情并没那么简单 一定是蔡九一这个老鬼在背后搞阴谋 一定是这样 你先下去吧 谁 蔡老头 这回可是你对不起我雷老虎在先了 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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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这方元酒楼 讲的是一个园子 今天各位朋友到我方元酒楼来 就证明了 你们呀 跟我们方元酒楼有缘呐 谢谢 谢谢 如果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 大家尽管提出来 我一定会让大家宾至如归 在这儿 我方得谢大家了 谢谢 谢谢 好了 你闲话少说 各位 里面请 今天我们准备了广东的好菜 还有上等的好酒 就请各位开怀畅饮 不醉不归 好 大家里面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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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请 谢谢 里面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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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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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太有东西 请 里面请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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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看你鸡成这个样子 回来了 那小子回来了 说清楚点 谁回来了 还能有谁啊 就是欺负严小姐的方世语回来了 在哪儿啊 就在东大街 他爹开了一个什么 方元酒楼 今天刚开场 方世语也在 这是老天有业 方世语 我要让他加倍奉还 勇川 别着急 我觉得 你现在过去不太合适 为什么 你想啊 按照我们这儿的规矩 这酒楼开张第一天 吃喝都是免费的 你有什么理由 去整那个方世语呢 小仙到头来 被人看出来 你是故意找那个方世语的茬 又落了一身不适了 那好吧 那就让他再舒坦一个晚上 明天 我让他哭都哭不出来 好 明天 我陪你去 我自己去好了 你就不用去了 不是 我不是怕 不是怕你一个人去吃亏吗 我自有办法 喝茶 爹 今儿刚开的点心铺子 给您买了点广东点心 孝敬您 放着吧 爹 方德和方树玉又回来了 我知道了 您知道了 方德这次回来 还搞什么 医学书院 专门收那些穷酸孩子 我看 这肯定是蔡老头的主意 一个小小的医学 一帮穷酸学生 能搞出什么名堂 爹 您不用担心 他们要钱没钱 要事没事 想做天子门生 白日做梦 话是这么说 人儿啊 这科长考试 最终还是凭着实力 就是有再多的钱 认识 再多的达官贵人 最后的电视 还是要在皇上眼皮底下进行 这么简单的道理 他蔡老头还蒙得了我雷老虎吗 然儿 爹 等着医学弄起来 你给我盯紧了 一旦有风吹草动 你马上告诉我 要说拉拢人心 这个蔡老头 怎么是我雷老虎的对手呢 啊 千知问切 哈哈哈哈 老爷 想不到今天酒楼的生意会这么好 这不明摆着吗 白吃韭菜 谁不来啊 不知道这做的哪门子生意 莫名我个奇妙 做生意啊 讲的是口碑 挣钱都是自咬的 主要是街交各路的朋友 俗话说 做事先做人 只要把人做好了 事情自然也就顺了 爹说的对 吃吧 明天我陪孝玉中玉去趟绸妆 翠花 这酒楼就交给你了 不行啊 老爷 明天我也得出去 这酒楼的酒被喝的差不多了 明天我得让吴妈陪着我去走一趟 这小事就让世玉去吧 是 娘 我去吧 你放心 不行 世玉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而且对酒又没有什么研究 万一让人骗了 被骗不要紧 银子是小事 影响了酒楼的声誉 那可是大事 世玉 明天酒楼就交给你了 你可不能 放心 哲业 怎么做生意 就除个财气 何气生财 明天就是天塌起来 低落个缝 我就一个字 人 习 习官 你在家 你帮忙照看点 好 放心吧 方老爷 习官 吃的 来 给你加一个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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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 你脑袋和屁股换位置了 不不不不的 跟放屁一样 不 李顺再说 少爷 不好了 那个人 不是 那个妖怪 也不是 停 深呼吸 发生什么事了 说 少爷 上回和你考试那个 还你没考上雷霆武叔那个不男不女的来了 他点了最好的包房 点了最名贵的菜 他良心发泄了 不理他 不像少爷 他一进来的时候像要吃人呢 什么 走 找他去 算了 怎么了 少爷 算了 一个字 忍 少爷 你就不怕他搞什么鬼吗 今天他就是搞驴 搞马 搞羊 搞猪 本少爷 都那么一句 忍了 这分明是一家黑店吗 看什么 方歇玉 摔了半天 这个大乌龟 王八蛋 快给我出来啊 方歇玉 少爷 你看这 你这个大乌龟 王八蛋 出来 少爷 你这样 这样还要忍啊 你是不是不敢出来 我忍 快出来 不用忍了 客官 你看这满地的都是 这是怎么了 这菜里有枪药 把你给气成这样 怎么了 这是 你总算从乌龟壳里爬出来了 你看 菜来了 色香味俱全 怎么样 是不是很好吃 你要不要尝尝 淡定 我忘了介绍了 这是我们好处 鼎鼎有名的西湖醋鱼 您觉得怎么样 我要吃西湖醋鱼 还用得着来这里吗 是 是 比你们大的酒楼多的是 是 我来这里就是吃广东菜的 好 还有这个 你 这就是你方圆酒楼交代客人的方式 不是 不是 干嘛 赔个不是 干嘛 干嘛 我赔不是 是他先找茬的 打开门做生意 和气生财 你给他赔个不是 道个歉 打不了你的少不了我的死不了的 快快快 对不起 对不起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对了 我马上让厨师给你安排出丰盛的广东特色小吃 你说怎么样 习惯 你清扫一下 客观 客观 来来来 你慢坐慢坐慢坐 你坐 你消消气啊 消消气 来 和气生财 您坐 坐坐坐 这也要洗碗 你们两个人 在迷失串通 没整我的 我发誓没有 你说这人怎么办呢 干嘛 你没有我帮他操 那当然了 服务情行业就是这样 顾客是我们裁员国庚的保证 擦两天就好了 来 我帮你擦桌子 你帮客观来擦 咱们就扯平了 不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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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嘛 我说我擦了 我说我来的嘛 对不对 放食欲 你们俩干嘛 你给我记着 客观 客观 两位不男不女的客观 我来的酒菜 上号的广东特色韭菜等着 你们还吃不吃啊 赶紧过来吃啊 跟我玩 玩死你们 兄弟 你没事吧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 和气生财嘛 做生意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打开门做生意嘛 咱们走吧 佛世玉 你故意当中羞辱我 在这让我出丑 喂 饭可以乱吃 吃坏了做多拉点锡而已 话可不能乱说啊 无凭无据的 你这样会很伤我的感情的啊 其实这件事呢 你不能怪我啊 我爹跟我说过 打开门做生意 哎 酒楼生意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哎 和气生财啊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哎 今天事情不能怪我 要怪只能怪你没我方世里那么聪明 没有办法去对付那些刁蛮的客人 对不对 现在我略施小技 就把他们给摆的服服帖帖的 你看我 放射 你小心 施玉 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今天的生意啊 那是好得不得了啊 医学的事已经差不多了 人已经都招满了 西关 施玉 我给你们两个留了位置了 不会吧 爹 我能不能不去啊 冯老爷 明天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 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好啊 施玉 你得跟西关好好地学一学 我跟他学 娘 施玉啊 娘觉得去书院读点书 对你有好处啊 喂 娘你不是吧 这么没有义气 通常这种情况你应该站在我这边呢 喂 你说 你说你说你说 你是谁啊 扮成我娘来陷害我啊 你快说 说 读书又不是什么坏事 上次啊 你考雷霆武叔的事 你爹都跟我说了 雷老虎就是欺负我们朝中无人 如果你去读书 考个武状元出来 替我们方家出了这口恶气 施玉啊 这一学不光是学习 还要练功夫 你不是想考状元吗 真的爹 那谁是老师啊 是李连杰成龙还是洪青宝啊 现在嘛 人选还定不下来 那找到合适的人再说吧 西关 你跟我来一趟书房 好 方夫人慢吃 嗯 臭小子 就你那功夫还要挑先生 那当然了 如果你能接住我三招 那念书的事我就只字不提 好 既然阿花向我挑战 我就接你三招 来 好 来 请 请 螃蟹一啊 抓八个 两头尖尖这么大的个 咽一急 搏一坐 一爬一爬过沙河 哥俩好啊 该谁喝 乌龟手啊 该你喝 哥们你喝酒不啰嗦 好好好 来 拿上 请 请 螃蟹一啊 抓八个 两头尖尖 这么大的个 也一挤 搏一缩 爬呀爬呀 过沙河 哥俩好 该谁喝 八匹马呀 该你喝 喝酒从来不啰嗦 落得 volt 快